高雄有一对男女呢前往机车行假装是要买车 当时车行老板不宜有他让两个人去试车 想问这女子呢一个人把车子骑出去之后居然就没有再骑回来了 也把男朋友独自留在机车行里面 当然老板报警提出了诈欺 告诉男朋友是直接被带回警局 想问到了晚上女朋友才结束她的试车行程 只能说整整试骑 骑了五个小时才把车子骑回车行 但是这下子一样是被警方带回了警局依法送办 男子从机车行把机车骑出来 沿着马路一路往前 红灯先刹车停等 接着右转再回转逆向骑回机车行 当时时间是下午3点40分 男子把机车交给女友来骑 女子把机车骑出去之后 竟让车行里所有人惊呆 为了机车竟然把男友独自丢下 男子身上没有钱也联系不到女友 30分钟后老板只好报警 银行就不可以走 我们动作银行就不可以走 8点千万不来 就叫巴出所有人来这帮你来 机车行老板对这对情侣提出诈骑告诉 警方将男子带回派出所后 没想到晚上 女友把机车骑回来了 郭姓女子可能是良心发现 想趁店家打烊没人的时候 偷偷将车停回店内 但是没想到当时店内还有人 那店家就立刻报警 那这名郭姓女子当场就被我们警方查获 从下午三点多试车到九点多才还车 试车竟然试了五个小时 警方接获机车行通知也赶到机车行 瓶中捉鳖将他移送法办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